大家好 我其實最適合在等待中插話獎 因為我待會兒有點事要先離開 所以我先講 那剛剛好民意先生得獎這件事情 突然給我一個靈感 其實我們在這一年多以來 當初發起公民運動的這幾個重要導演裡面 最近這一兩年都還得獎 譬如說上次我有獎王小弟導演 他就得了一個國家文藝獎 國家文藝獎其實非常不容易 每年都只有幾位在每個領域中 大概有一百萬獎金 所以其實要得到電影非常難 他就得了電影類的國家文藝獎 就是王小弟導演 還有一位也是非常難能可貴 就是李慧仁導演 各位知道李慧仁導演 是把工作辭掉了 一個人在家裡面 過著非常貧窮的生活 然後開始追蹤農委會的這種 有關情流感的議題 一個人在追 沒有收入喔 好幾年來就這樣做 農委會就討厭他 只差沒有派人把他殺掉這樣 然後他拍了一個不能錯的秘密 一 後來又拍一個不能錯的秘密 二 連在電視上播 公共電視上播的時候 他打個字幕說 這個不代表本台 還有寫一大堆意見說 這個裡面的意見是作者個人的 沒有想到他這一次在台北電影節 台北電影節是1989年開始的 然後他1998年開始的 到現在十多屆了 他得到那個最佳紀錄片 後來又得到首獎 也是100萬 李慧仁導演 那 有一天我爸開玩笑講說 並不是這些評審委員有多了不起 是因為評審委員裡面有報名 就是有報名啊 就是其實非常多人贊成我們的活動 可是他不敢站出來 只有在評審的時候他會幫忙投這票 那跟他講好明義先生他得了金鼎獎 那些評審委員有多了不起 是不會 因為好明義先生在我心目中 早就超越金鼎獎了 金鼎獎其實那個獎沒有多了不起 那好明義先生的作為 跟他過去的出版 早就超過這些獎項了 所以這些獎項其實是沒有什麼會 對於這些導演有什麼加分的作用 但是就表示說台灣社會是一個 不再是以前過去那麼威權時代 只要你反政府 你只要站出來 政府就會用各種力量來牽制你 現在不會 不會的原因就是說 就算是評審委員 他也不能完全由政府來操控 我上一次來這邊的時候 我上一次五六運動來這個現場的時候 有一個年輕人 滿頭大案的跑來 他說他是東吳大學二年級的學生 念物理系 他說他曾經聽過我一場演講 後來又跑來五六運動 他交給我一封信 那封信是用手寫的 通常我們現在一般人給你信都是用簡訊 那他給了我一封信說 這封信我給你 他非常緊張 因為他才大學二年級 我身手跟他握手的時候 大家很緊張一直發抖這樣 我知道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小孩 那封信我就帶在包包裡面 後來那天晚上我就讀了 那封信大概的意思就是說 作為一個現代年輕人 其實非常的茫然 選了科系也不知道對不對 他選了一個物理系也不知道自己未來 這條路對不對 後來他讀了我一本書 就是我剛剛最近出版的 我現在不是要打我的書齁 我從來不會在這種場地打我的書 不過他告訴我說 他讀了我那本書 那邊比較亮 這邊齁 OK 誰幫我撐住天空的本書裡 講到說就算是選錯了 這個世界也不會毀掉 他突然看到這句話 就很勇敢的做了一個決定說 他想從物理系改到社工系 他說因為念物理系他不知道要幹什麼 可是社工系 只好可以幫助 幫助別人這件事情 他早是可以很確定念這個社工系 可以幫助別人 那我看那個信之後 心裡蠻感動的 因為作為一個作者 其實我寫作已經大概40年了 寫了100本書 可是永遠還是很需要讀者的鼓勵 也很需要讀者的回饋 告訴我說 因為他讀了這本書以後 怎樣怎樣 那 身為一個作者 經常不再知道自己的書影響到誰 可是他一直在寫作 也許他自己做不到 可是他就靠寫作 影響了蠻多人的 所以每次當有讀者跟我回饋的時候 我心裡其實是蠻感動的 尤其是在這個五六運動的現場上 看到這麼一個年輕人 那我還可不可以講 到時間到了沒 沒有沒有 繼續繼續繼續 今天我五點半就來這邊 因為我每到這個時間 就必須帶我的孫子來這邊 走一走 把他走累一點 到館廠跑一跑 然後回家才會比較 會早點睡覺 五點半的時候來這邊的時候 其實這個台子已經搭好了 這十二個台子 一年多以前 三月份開始就有這十二個台子 這十二個台子是我們 朋友用手來盯的 沒有花錢 都自己做的 然後這十二個台子 在這邊已經一年多了 我突然覺得 我們的運動其實已經成功了 不管他要做到哪一天 其實我們能夠堅持到今天 我自己心裡蠻高興的 而且每次都是差不多四五點鐘 就有一群志工來到這裡 其實蠻寂寞的 因為四五點開始 有時候下著大雨 有時候刮著風 有時候現場沒有人 最多只有一些 觀光客的車子 在那邊 現場蠻寂寞的 四五點開始駕這個東西 那今天五點半的時候 其實天空飄著一點 那個有點烏雲 又有一隻小鳥 一些小鳥飛過 館廠有風 我就心裡告訴自己說 今天要掛這個螢幕 千萬不要下雨 因為下雨就很悲慘了 那正好我的那個孫子 他不太會講話 他是一歲半 他剛才學會一句英文 的那個英文歌叫做 Rain Rain Go Away 下雨 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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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Away 他一路唱說 Rain Rain Go Away Go Away 我想說今天這個Rain 不會下下來 果然今天是個晴天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這個 鎖鎖碎碎的一些感覺 希望大家堅持下去 我也會堅持下去 不管我再忙 我還是會來 然後今天我待會就 因為有事會先走 所以我就想先講話 而且在這個比較尷尬的時刻 我就繼續講這個 以上我講不下去 差不多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